天空灰蒙蒙 下雨下不停 民众撐着山 抛呀抛就怕零倒雨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台湾持续降雨 北北基更发布大雨特曝 加上冷空气暴到 24号最低温将下探到17.5度 而北部的温度的话 低温的状况要持续到明天的清晨左右 明天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落 气温才会逐渐的一个回升 气象局预测 今日新竹以北整天都会适时冷天气 高温只有21到23度 今日最低温马祖仅有16.9度 大台北地区17.5度 桃源17.9 基隆新竹18.3 不止变冷还有雨势要注意 今天到明天清晨 整个降雨的部分 以北部东北部降雨会比较明显一些 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曝 甚至到后天 还是会有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未来一周受到东北风影响 北部东北部仍会短短续续降雨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出现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在24号晚间 就有可能生成今年第20号台风马脑 未来往日本方向移动 对台湾没有影响 周南半岛也出现低气压 强度会逐渐增强 但未来是否会生成台风气象局会 持续更新 入秋气温骤降各地早晚温差大 提醒民众外出最好戴件外套 以免着凉 记者台北众话报道 请不吝点赞亭 请不吝点赞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